2023年开春以来,广西柳州市因螺丝粉爆红,变身为旅游打卡地。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柳州大街小巷的螺丝粉店前排起长龙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 近期,为欢迎慕名而来柳州梭粉的游客,柳州轨道集团恒达巴士公司将该市92路和俄路打造成梭粉公交特色线路, 让游客搭乘有柳州味道的公交车,打卡柳州螺丝粉网红店。 这是我第一次来柳州不怎么熟悉,然后看这个站牌上的缩粉公交,方便了我更好地去那些柳州的网红店打卡嘛。 缩粉公交线路在车站牌和公交车上均突出螺丝粉元素,在公交站台贴有螺丝粉垫攻略线路图,便于乘客了解公交沿线的螺丝粉垫分布点,选择相应下车站点。 在该公交车身上还贴有螺丝粉图标和缩粉公交等明显标识。 柳州轨道集团恒达巴士公司介绍,缩粉公交车从西环公交停保厂发车,途经火车站东广场,飞尔商城,五星步行街,北战路等柳州商圈,并经过众多网红螺丝粉店。 两条螺丝粉缩粉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均为60至20时30分,票价2元。 所有螺丝粉已经成为柳州市一个城市名辩,我们柳州公交也是继合柳州这个螺丝粉元素,我们所以就推出做螺丝粉专线,可以坐着公交就可以把这个柳州市的标志性建筑,螺丝粉包括公园全部都打卡。 黄鹏燕介绍,缩粉公交线路途经螺丝粉店的选取,需结合实地情况和游客意见进行多重考虑,让游客能够乘车一战式体验正宗的螺丝粉风味。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,一个就是我们线下进行这个意见征集,同时我们也是结合这个线上网络大数据嘛,就选了9家信誉度、知名度,包括质量过关的这个螺丝粉店。 如今,柳州将螺丝粉与湿河远方融合,推动螺丝粉加旅游,让一碗螺丝粉串起旅游线。 相关数据显示,今年柳州市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373.38万人次,同比增长58.9%,实现旅游消费23.57亿元,同比增长65.7%。